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时光挑战 只要点这就可以了 点那个第二个 第一个是管道的分布 第二个是任务的分布 第三个是摄像头的分布 这个图没有摄像头 那对保安不是很友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任务 这个紫色是属于通用任务 检票是一个通用的 一有都有 如果有人经过了这 没有做这个任务 才会有问题 然后咱们先长远的身份 看一下没问题 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一个小卖部 这有一个龙用收割机 当然大家告诉我这是什么 有这么叫的吗 小买托 然后右边是 检票口 看来这个镇子里是有车的 而且做任务是要检票 把这个拖过去 然后它就检票了 现在我中间那块 其实是一个死路的 所以我如果说 刚才发生了什么 时光穿梭 这个叫做时光小镇的原因 就是时光穿梭 刚才我还在想呢 我要不要从这边绕过来 但是现在我在一个死路 现在时光穿梭 已经把我穿梭过来了 每隔一段的时间是吧 定时的没60秒 OK 那么这儿呢应该是一个 这是一个便利店 是卖咖啡的吗 等等 我又被传到了上面这个部位 这个中间是食堂 我来看一下这个任务 呃 你在干什么 呃 哦 送过去 任务完成 胖沙海鲜 我卖鱼的 诶 这个不就是从高企侠那个 黄标里面的灵感吗 即将穿越时空 呃 这次怎么没有船呢 呃 有小伙伴说在火车里不会船 哦 明白了 把这个任务做了可以了 等会儿 这是一个主控台 哦 原来主控台在正中间 那这个样子这是 灰压钮吗 咱使用一下 果然是啊 OK 变玩神啊 这个一看就是模仿那个粗音吧 粗音的那个发音 哦 下面是慢转开 咱来看看 首先这个是谁 大家知道吗 先说谁知道 啾啾 这是啾啾啊 哎嗨 不是 我又被传送过去了 我看从那个书抱屏 是不是能下屏 是不是只能从书抱屏 下去才行 不是 左右两边各一个吗 左边的站台也可以 也就是说是有这种形状的 是吧 哦 这儿可以下 这儿可以出 这儿也可以下 这儿也可以下 明白了 直接突然就行了 总的来说 这个地图呢 我感觉 呃 虽然有点小 但是基本上 中间把它隔开了 隔开之后呢 只有两个比较窄的通道 可以通过啊 我觉得也相当于是一个 田子性路线 这是第一笔 术 这是第二笔横 这是第三笔术 对吧 一直冲到这儿 这是第四笔横 这是第五笔横 然后 它有一个那个穿越的机制 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那就是第二笔横